尤其是在周末的枪击案之后呢 川普的声势大长 他现在讲的话又变得更嗨 他现在还改口了 他要苛增中国100%的关税 那目前我们知道 中国正在开经济会议的三中全会 的确在会上也一直传出 有重量级人物当场中风的小道消息 不知道是不是听到了川普讲这些话 就气到中风了呢 感谢金主帮帮钻石妈妈 谢谢你们 支持Amy可以加入100名小赞助会员 想看深度炎就专属影片 是要加入300人的会员哦 我们也欢迎金主帮妈大力支持 不要在手机APP上加入会被抽苹果售哦 哈喽大家好我是Amy 我本来对这次的美国总统大选 是完全的无感 直到上个周末呢 美国前总统川普 他在兵州造势大会上面遭到枪击 大部分人遇到枪击的情况的时候 都是扑倒惊吓非常的慌张 但是呢川普的反应却完全不一样 他满脸汽血的站了起来 就站在美国国旗前面对着镜头大喊 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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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下的群众本来都因为枪击案而感到不知所措 就在川普对着镜头大喊的时候 群众也瞬间沸腾了 就大家一起喊USA USA USA 哇这场选战就在这个时候瞬间进入了高潮 川普的反应实在是太美国英雄了 整个枪击现场川普的随护直接扑到他的身上 美联社的记者不畏凶险冲上去录影拍照 川普就在美国的心条旗下振臂高呼 这整个画面就是美国队长的电影画面 这个就是大家心目中的美国啊 我们外国吃光群众看到这个画面都有这种感觉 更何况是美国人本人呢 在我们录影的今天呢 民调很可能还是前几天的电访问卷结果 所以民调还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变化 大家来看呢 这个是美国知名的538网站 其实在6月27号的辩论会之后呢 川普和拜登就已经拉开差距了 因为拜登在辩论会上面表现的实在是太衰老了 因此呢到目前为止 还是保持川普领先2%的情况 然而赌盘的反应是非常激烈的 在我们录影的今天呢 川普的胜率已经来到了65% 百分之胜率呢剩下17% 哇塞 65%比17% 这个就是泽伦斯基那年选上乌克兰总统的大比数胜率啊 那美国系国企业大佬们也纷纷跳出来不演了 本来就已经一直在捐款给川普的马斯克呢 他就直接在推特上面公开战胜 他说支持川普完全的为他背书 而之前曾经在疫情期间为了物流问题 跟川普杠上的亚马逊书店老板贝佐斯呢 因为当时川普认为美国邮局一直在低邮费的帮亚马逊送货 这是非常不合理的价格 那当时他们就吵了一下 然而这一次贝佐斯也大赞 川普实在是太勇敢了 矽谷大咖纷纷发文 苹果微软脸书OpenAI执行长 他们都对川普表达了慰问 那脸书呢更是在最近解禁了川普的账号 因为川普真的越来越有可能当选了 继续对质下去对脸书并没有太大好处 当然啦矽谷大佬发文慰问川普 这并不能算是表态支持 但是呢因为川普在民调中持续领先拜登 这也让企业大佬们感觉到 欸我自己应该至少要跟川普维持表面上的和谐吧 而在枪击案发生之后知名的对冲基金大亨Bill Ackerman 他是长期捐款给民主党的大金主 这次他也跳上了川普列车 他写了一篇长长的文章公开表态挺川 那他的很多粉丝呢也就在留言板上面表示 他们也会转向支持川普 那还有谁非常热情洋溢跳出来支持呢 我实在拉不住我们团队 他们非常热情洋溢的设计了这顶华盛顿白宫的帽子 因为平常呢我们在办公室里面聊天的时候啊 大家就一直说啊 欸其实要拜什么宫庙啊 都不如拜华盛顿白宫 那个白宫才是全世界最大的宫庙 那平常我们就是经常这样开玩笑嘛 但是这一次这样发生之后 因为美国队长的画面实在太激励人心了 我们的同事竟然立刻就做出了这个 华盛顿白宫的帽子 那这顶帽子大家看啊 就是非常典型的共和党红 那在这个正面有华盛顿白宫字样 这中间还有白宫的设计图案哦 那这个帽子你翻过来 就可以看到Fight Fight Fight 就是这一次美国队长激励人心的slogan 那大家如果想要买的话呢 可以点击YT影片下方的说明栏 我们在说明栏里面有贴预购的连接 我们还设计了多款的图案和颜色 大家赶快去登记预购哦 Fight 上一次美国有总统集了人物遇刺 是1981年雷根担任第一任总统的时候 雷根总统就在华盛顿DC的西尔顿酒店外面 他被刺客练开六枪 雷根比川普还要更命大 都打中他本人了 但他还是活了下来 那1984年的时候 雷根对阵民主党候选人孟戴尔的时候呢 他竟然创下了525张对13张选举人票 这种超级宇宙无敌夸张的胜选记录 那连任成功的雷根总统呢 他创造了1980年代的美国盛事 为美国奠定了拖垮苏联结束冷战的政治经济基础 那这次川普如果顺利当选 就任美国第47届总统的话 这个世界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我们都知道2022年爆发的乌尔战争 严格说起来并不是一场新爆发的战争 这场战争呢 他其实是2014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 这个侵略事件的续集 规模再放大N倍 甚至是未来如果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 以后的历史课本上面就会说 三战的序幕就是乌尔战争 乌尔战争让整个世界的格局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 他让两个意识形态的阵营变得更加精卫分明 战前呢各方专家是认为乌克兰会迅速的亡国 但是呢乌克兰却在北约的支持下撑到了今天 然而俄罗斯呢竟然也打了下来 因为呢普丁得到了中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俄罗斯的时候 他还说这个是百年的大变局 中俄应该要密切的合作 那另外一边呢 曾经和川普在2019年世纪大会谈的北谈金正恩 他也全力支持了这一次的俄罗斯战线 北韩呢他是持续提供炮弹给俄罗斯 虽然北韩炮弹的品质欠佳 但是至少他们维持了俄罗斯还有炮弹可打的局面 那这一次呢乌克兰战场上面也出现了北韩的工兵团 北韩人负责帮俄军挖豪沟 这样呢俄军的人力资源就可以用在作战上面 他不需要在前线挖土 乌俄战争呢就把俄罗斯中国北韩和伊朗 这几个国家的命运绑得更紧 越来越多人用新的邪恶轴心来称呼这个国家的组合 他们在乌俄战争之外 又开了哈马斯袭击以色列这个副本 邪恶轴心国除了形成了一个越来越紧密的战争发动体 他们也在世界经济的格局上面带来了不小的变化 因为我们知道哈俄罗斯是一个大的能源国 全球呢就因为乌俄战争的关系立刻能源价格上涨 而发生了非常严重的通货膨胀 而俄罗斯在被北约制裁之后呢 他们就开始降低欧元和美元的使用比例 俄罗斯改用越来越多的人民币 作为他们在国际交易时候使用的货币 那他们呢也买了更多的黄金代替美元和美国国债 作为俄罗斯央行的准备金 本来美国一直在跟中国打关税战 已经打到了人民币国计划出现了萎缩的现象 人民币在全球的交易量一度排到了全球第六名 输给了美元欧元英镑日元 甚至还输给加拿大币 在2022年乌俄战争开打之前呢 人民币的交易量只占全球的2.2% 但是乌俄战争反转了这个格局 因为我们知道哈俄罗斯它毕竟是全球的第11大经济体 而且它是全球两大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之一 另外一个国家就是沙烏地阿拉伯嘛 所以呢在俄罗斯转进人民币之后 现在人民币的市占率已经升高到4.47%了 是战争开打时的两倍 那目前呢人民币已经是全球第四大的交易货币 日元和加拿大币已经被甩到人民币的后面 在邪恶轴心国当中俄罗斯有能源 中国则是有大量低价的出口品 这都是会造成各国通货膨胀的商品 而且呢当他们和不要命的北韩和伊朗联手起来 的确呢就是一个不可小觑的对手 因此呢无论是川普或拜登要赶快瓦解这个联盟 应该都是他们的当务之急 川普对于乌俄战争的态度呢 长期以来他就希望战争能够赶快结束 让他能够专心的对付中国 川普曾经说如果他胜选的话 他会在2025年的1月为这场战争划下句点 那根据路透社在今年4月所披露的川普 和谈计划里面呢 据说川普是希望能够说服乌克兰 割让掉克里米亚半岛和顿巴斯给俄罗斯 那或者在这个地方呢至少成立一个中立区 可以让战争状态赶快结束 为什么川普想要结束战争呢 就是因为他想要专心的对付中国 但是呢中国可能并不想要被他专心的对付 那所以呢中国的习大大 他很可能会希望俄罗斯继续打下去 以便消耗西方联盟的实力 这样子呢他才好准备台海战争 然而对于普丁来说呢 赶快接受乌克兰的割地 赶快结束战争会是他最好的收尾 因为他已经打了满头灰头土脸了 所以呢普丁他不见得会听从习近平的意见 那如果普丁在川普的调停之下 跟乌克兰达成停战协议的话 那这个邪恶轴心是有机会被削弱了 至少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就会出现川普这样的一个人 尤其是在这个邪恶轴心里面 北韩的金正恩他跟川普曾经有过世纪破冰的记录 那金正恩他也会想要用川普来杠杆他的国际地位 一旦川普有机会离见普丁和金正恩的话 那习近平在这中间的地位就会出现动摇 川普和拜登的做事方法是完全不同的 民主党讲究结盟 他喜欢拉着整个北约一起去军援乌克兰 或者是呢他在联合国和所有的国家 他想要一起共推绿色能源转型 甚至呢他们会拉着台湾日本韩国一起建立金片四方联盟 但是川普的做法呢他就是直接问大家 有没有看过杀过大的拳头 川普对敌人是这样讲 他对盟友也是这样讲 譬如说呢川普他想要联盟的时候 他会施压盟国 你要跟我一起制裁中国的5G 如果你不加入我的话我就也要凑你 那这是川普的风格 但是拜登的风格呢他是结合盟国 一起来围堵中国一起围堵俄罗斯 那川普的思想呢 似乎是更想要去拆解邪恶轴心国家的联盟 以便让他专心的对付中共 川普讲干话可能大家都已经很习惯了 但是呢他如果讲了特别文心的话 那结果真的有可能是特别的可怕 就譬如说呢川普最常讲的话就是 习近平是我的好朋友 川普每次一讲到习大大言必称好友 然而正是在川普的任内对中国开启了一波波的关税战和科技战 2018年川普开始课征中国关税的时候 那一年美国进口了5385亿美元的中国商品 那第二年就直接下罚到4000多亿美元 那虽然我们知道在疫情期间 因为各国停工嘛都没有商品出口 所以美国通货膨胀大爆发 那拜登政府一度恢复了对美国商品进口 可是呢到了去年2023年 美国进口中国商品的金额再度创下低点 只进口了4272亿美元 跟最高峰的2018年相比 美国已经少买了11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 那他们进口中国商品呢 已经回到了2014年的水准 因此呢中国媒体都说他们是一棒被打回了10年前 那这次的选举呢很可怕啊 川普又说了习近平是他的好朋友 我想习大大听到这句话应该快要中风了 因为川普接下来就说 他要对中国磕增60%的关税 那川普还嗆瞎说 如果中国敢对台湾动武的话 那他就要炸烂北京 尤其是在周末的枪击案之后呢 川普的声势大长 他现在讲的话又变得更嗨 他现在还改口了 他要磕增中国100%的关税 那目前我们知道啊 中国正在开经济会议的三中全会 的确在会上也一直传出有重量级人物当场中风的小道消息 不知道是不是听到了川普讲这些话就气到中风了呢 因为美国经济才刚刚脱离非常严重的通货膨胀 那所以现在呢市场也在担心 如果川普对中国克下中税的话 会不会再让美国通膨重新爆表 那进入停滞性通膨呢 也就是说经济会陷入衰退 但是呢民众面对的物价仍然是非常高 这个就叫停滞性通膨 然而现在有好几家经济机构呢 他们的看法都显示出来 美国其实是能够承受这样的关税战的 像是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呢 他就认为 如果对中关税呢 调到60%的话 每一个中产阶级家庭 他们每年要提高的生活成本是1700美元 高盛证券的经济学家呢他们也认为 如果对中关税升高到60%的话 对美国通膨的影响呢 是会提升1.1%的通膨率 那我们知道哈目前美国通膨率已经降到了3% 如果再升高1.1%的话那是提高到4%以上了 我们来看一下哈2022年的时候 美国的通膨率是一度高到接近9%的程度 所以呢可以见得疫情和战争 他们对通货膨胀的杀伤力是比较强的 这比关税是强太多太多了 那高盛证券还认为呢 如果对中关税升高到60%的话 也只会降低0.5%的美国经济成长率 注意哦这边讲的0.5%不是说要减少美国0.5%的GDP 而是减少它0.5%的成长率 好我们来看一下去年第四季美国经济成长率是3.4% 今年第一季的成长率是1.9% 这个成长率就下滑了1.5% 所以大家说说看 0.5%的成长率下滑会动摇果本吗 显然是不会啊 其实真正受不了美中脱钩的一方其实是中国 这些年呢我们已经看到很多快乐公司 他们纷纷撤离中国在东南亚或者墨西哥建立 第二生产地 这也就是所谓的中国加1 就在中国有一个生产地 在其他的地方有加1 另外一个生产地 美国呢其实已经成功的分散了一部分的制造业产地 甚至就连中国的公司 他也因此被迫要去东南亚建立生产基地 那现在川普如果要继续提高关税 加大美中脱钩的力道的话 就很可能会使那些被加1的国家们 更加的蓬勃发展 UBS日盈证券计算呢 如果对中关税提高到60%的话 中国的经济成长率很可能会被腰斩 而中国的人民币则会贬值5%到10% 因为我们知道啊 如果美国不买那么多中国商品的话 他也就不用买那么多人民币去付款给中国的商家 那中国的人民币没有人买的情况下 他就会贬值 一旦人民币的币值大幅贬值的话 那些持有人民币的国家就会非常的受伤 因为他们手上的钱立刻就贬值了 尤其是俄罗斯 因为俄罗斯现在满手都是人民币 如果川普调升中国关税的话 既会伤害到中国经济 也会伤害到使用人民币的国家 这样就可以进一步降低人民币的交易量 唉 可怜啊 川普和拜登的政策虽然有很大的不同 但是呢 他们相当于是用不同的方法两面去拔习大大的巴掌 习大大被不同的方法打脸 真的是各种偷家 本周在台湾这些人们的话题啊 当然是彭博星人周刊他们在六月底采访川普的时候 川普对他们说台湾抢走我们的晶片市场 还想要美国去保卫台湾 那台湾是不是应该要多付一点保护费呢 首先我要说一下 川普在讲狠话的时候他未必是要掐死你 但是他讲好话的时候才是他真正恐怖的时候 就譬如说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John Bolton呢 他就曾经出书爆料 他说呢 其实川普本人对台湾是非常不友善 他们每次跟川普讨论到台湾问题的时候 川普就会指着原子笔的笔尖 他就说 唉 这个就是台湾 然后呢 川普会指着他白宫的大大的办公说说 唉 这个就是中国 他就对大家表示呢 这个孰亲孰众是不言可遇 尽管川普被他的国家安全顾问爆料 他觉得台湾是一点都不重要 然而在川普总统的任内 他是通过了最多友台的法案 就譬如说台湾旅行法呢 取消了台湾跟美国之间官员交流的层级限制 让台美各籍的官员都可以互访 那还有像是台湾保证法呢 是支持常态性的军售武器给台湾 也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的组织 川普他虽然觉得台湾并不重要 但是他倒是签了非常多保障台湾的法案 那川普他新宣布了副总统人选呢 这个J.D. Vance呢 他其实也是抗中保台的指标性人物哦 这位J.D. Vance呢 他在去年4月的时候 他对美国的智库 有一家这个传统基金会 他演讲的时候呢 他就对当场的人说 美国最大的威胁 其实就是中共犯台 那J.D. Vance在今年4月的时候 我们刚刚讲的是去年4月他为台湾发声 那今年4月他更是再为台湾发声 他说乌尔战争造成的军购输出 是延迟了台湾拿到爱国者飞弹系统的时间表 但是他认为这里面真正重要的地方应该是台湾 在我们录影的今天哦 媒体上就传出了台湾应该要交更多保护费的说法 那这个说法传出来以后今天的台股就大跌200点 那台积电更是下跌了2.4% 股价收在1030元 其实这件事情哦 我们在上周的会员影片就已经跟大家讲过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就可以加入我们频道的会员 就可以收看美洲精彩的商业热门话题哦 川普他虽然说台湾要交更多的保护费 可是呢如果他要向台湾征收晶片税的话 其实只是垫高美国企业的采购成本而已 因为我们知道目前全球在5奈米以下的制程 其实就只有韩国三星和台湾台积电能够做到 而韩国三星的良率又非常非常的低 使得他们的先进制程成本非常之高 那甚至是到了3奈米以下的制程 可以说全球是只有台积电能做得出来 尤其是现在Intel的晶元厂呢 已经陷入了大幅度的亏损 恐怕Intel是非常难以做出来 有价格优势的晶片 那如果他在先进制程不采用台积电的晶片 或是对台积电的晶片科重税的话 其实他就是在帮助其他国家的科技发展 你说川普会做这样的事情吗 其实我是非常怀疑的 那么在成熟制程晶片的方面呢 因为中国会在未来的五年之内 他准备要开出大量的成熟制程晶片的产能 那如果在这种时候 川普要对台湾科晶片税的话 他其实就是在变相帮助中国的成熟晶片厂商去抢市场 大家想想看 川普有可能会做这种轻痛愁快的事情吗 我们曾经做过一系列的半导体争霸战系列影片 我觉得呢 要跟台湾科晶片税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尤其是现在台积电已经去美国设厂了 我们全台湾人民都已经看到美国制造业根基已经非常薄弱 他们很难配合台积电这样高效率的厂商 那其实对川普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台湾深度的嵌入到美国的半导体制造体系里面 反而不是去对台湾科晶片税 我相信这些道理呢 他是需要一些产业知识的 但是川普只要在听取商务部和国防部的报告之后 他应该会有比较清晰的概念 做出比较正确的决定 那最近因为美国通货膨胀终于下来了 而美股市场也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 这个我们都在上周的会员影片已经讲过我的想法 如果大家想要看最热腾的财经话题和商业讨论的话 就可以加入我们频道的会员 我们也会在之后的影片讨论川普概念股的 那如果你想要预购我们所做的特别企划商品 华盛顿白宫五败五波比的帽子 请大家点开YT影片的说明栏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预购连结哦 留言板置顶的留言 我们也会放上预购的资讯哦 喜欢我们的影片请记得帮我们按赞 还有记得按订阅频道就要开启的小铃铛 我们下次再见咯 华盛顿白宫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